接下来的罪名 不应该是公诉机关提出的 故意杀人罪 而应该是 故意伤害罪 这个人 你在九月十六日晚上 想要攻击的对象究竟是谁 是王春兰 不是曲小燕 既然那晚上你想要攻击的是王春兰 你是非常仇恨王春兰吗 想要置王春兰于死地吗 没有 我不仇恨王春兰 也不想置他于死地 因为我 我觉得 怎么说就是 他在我心中就像是女神 我只是想和他 就是发生性关系 另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在那晚 对被害人曲小燕 试试伤害 因为他那天突然踢疼了我 疼得我连气都传不过来 就反正就是一下懵了吧 我现在 可能就是想当时要报复他 那就那么对他了 你是不是早就想伤害被害人曲小燕 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过 因为我都不认识他 那是一时激怒才报复你 对 是这样的 反对 辩护人这是启发式提问 反对有效 辩护人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询问方式 好的 审判长 最后一个问题 你就不知道使用那根树棍 会把被害人捅死吗 不知道 如果我要知道的话 我肯定不会那么做 我觉得 我当时以为就那么做了 他最多就是流点血 这个 山班长 辩护人问完了 好 作为一名法律援助律师 我的职责 就是保护被告人 在法庭内外的一切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 依法 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辩议 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市的916杀人案 从案发调查 到开庭审理 几经波折 已经越来越成为 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其影响力 甚至波及全国 当时辩护人也认为 被告人的作案手段 十分恶劣 简直是 十恶不赦的魔鬼 然而 通过对所有材料的阅读 与被告人的交谈 特别是通过庭审中 对被告人的讯问 逐渐改变了 我对被告人原有的认识 辩护人认为 被告人 于9月16日晚所犯下的 除了已经没有争议的 强奸未遂罪之外 接下来的罪名 不应该是公诉机关提出的 故意杀人罪 而应该是 故意伤害罪 不知道齐医院对案件 怎么分析了 这故意伤害罪啊 导致人死亡了 顶天判 就判个死刑 他跟故意杀人罪比啊 判死刑率 要低得多得多 下面由公诉人发表意见 公诉人不赞同辩护人的 辩护观点 第一 从作案心理上分析 被告人在对被害人 实施性侵犯时 遭到被害人无意识地 强烈反抗 导致强奸未遂 于是立刻心生怨怒 并马上对被害人 实施惨无人道的报复 这种报复 很难说不存在 置被害人于死地的心理 应当属于复仇性杀人 第二 专家出庭证明 被害人身体损伤的程度 令人发指 不可能是一次统刺造成的 如果说一次还可以认为 被告人的目的是伤害被害人 那么多次统刺的目的 只有可能是杀死被害人一条 第三 侦查机关做的专业策例结果也证明 被告人实施不法侵害时 使出了全身力气 根本看不到有手下留情的意识 如果只是想伤害一下 为何要下这么重的手 综上所述 被告人的行为完全构成了故意杀人 恳请法庭以故意杀人罪给被告人定罪 1 6 6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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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5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